市民宿舍是來自嘉義市的消息 嘉義市長安民會就職五十年 市民市場萬一都高達北霞 今天安民會向市民報告市場成果 強調未來中一連合國SDGs17項英修發展指標 為市場期待報告嘉義市十大紀元結尾拿到 跟市民朋友作為條項新英修出發 見過專人強項世代意義的幸福嘉義市 安民會五年市場仍來市場勝出表現兩岸 今年已經是立宿客場電風營業公安 安民會第三年擁鑽英修三次頂由中最高應有 連兩年僵臨最佳修長信任中 在天下十字英修幸福三次大調查中 平日81.19分明日市場萬一都全國第一 安民十字法部官市場市場萬一都調查 也要重新建設民意基礎 以貿易度77.8% 市場分數76.6分 再度三連五千市場的使用 嘉義市政府我們每一項的計劃當中 都提醒大家與大家溝通 一定要有永續SDGs的一個 使七項的指標要符合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我們不光是政策面 更是連學校的教育面在扎根 甚至我們的建設 我們的軟硬體的建設跟人才的培育 這都是永續的發展 所以我想今天其實在邁入第二階段的時候呢 我們更覺得這第二任當中 我們有更深的重大的責任 帶領大家往前走 所以我們所思考的不是只有 一年兩年 我們十年二十年 甚至五十年一百年之後 這都是我們現在所應該要做的 所以我很感謝 因為我們與大家溝通 也得到議會最多的支持 今天看到議會 這可以說大家跨黨派 議長副議長議員們 他們一起來 那可以說展現了最大的能量 加於是民主順利 就是團結努力 我們可以成為全台灣最重要 最好的典範 該市長文明會總共四度 董宋丹淨嘉義市長 下台灣台風主題書上的 龍馬紀錄 今天在集結五十年 向市民報告市政成功時 以後說這次的五十年 比上次的五十年 有更多市政成功 可以讓市民朋友 丟致的驚慌 這是我們共同社的歷史 我要報告大家 能夠就像我們 蒙志成 蒙委員 他在給我頒證書的時候 因為他以對於地方自治的一個 研究的一個學者 他告訴我們說 這可以說地方自治史上 第一位同一個職位 連任的借數最多 而且那個服務的年限也最長 我想這聽起來真的是絕對是一個 一個更重大的責任 那但是我覺得我要更感謝 這是我們所有嘉義市民 大家共同寫的歷史 南共龍夏立書 民主勝地的嘉義市 這就是一個具體 一個具體的一個展現的成果 這也就是我們只有要做得更好 才能夠符合人民的期待 所以我們絕對所有的政策要以人民為主 所以試試每一個地方 我們思考的就是這個重點 讓我們繼續把歷史寫下去 讓這一個對的歷史 好的價值觀 好的一個影響力 能夠不斷的擴現 這才是台灣民主真正展現的重要的契機 真正符合民主勝地 市長安民會強調 影響發電是這個世代最重要的副特 該其其中一順聯合國 SDGs17項影響發電指標 吹到屬於自己的財富 科學政策 以影響發電作為三次獨立主張 撇位十大紀元價位拿度 為典現新影響力量 在那中市長安民會 要率領市府團隊 在該市地度上 作為抗風代表三次生命來的負責 展望嘉義市充滿採取 量力豐富的未來 下次的影響發電 不可以丹大獨特 需要大家做回來 英明對共調 嘉義市是少下次 兩百貨的主要沒多 但仍美少民對很多困難和挑戰 效果每一位市民和企業 和市務團體擁有很多努力 定期在令年成功上影響發電進步 市民新聞聽說 王秋山嘉義市 蔡鳳報道 再講吃和玩樂 探索世界 您準備好了嗎 旺TV YouTube 頻道 帶您網路漫遊 深入嘉義 最在地的美食 最及時的新聞 最感動人心的故事 只要滑動手指 全部完整呈現 現在訂閱 還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抽獎小活動哦 馬上拿起手機 掃QR Code 一起加入我們吧 我們會看 加上